陆克来台湾观光怎么会变成领队的赚钱工具呢 一批批的大陆克来台湾观光旅游满脸兴奋 但现在竟然爆出有大陆领队要求陆克在入境台湾前先到免税烟酒店买烟 和陆克对分价差利润再转卖给台湾的收购者 我们一般都是不会这样做 因为这样的话变得就是有点利益输送 因为基本上我们台湾的岛人都是蛮有一个水平文化 是不会这样做 至于对方的领队的话那就因人而已不知道 但是有听说过业界听说过确实有这个事 陆克每人可带两条烟 每条烟比市价便宜300元 陆克会自己抽150到200元 大陆领队就抽剩下的价差 估计每一个陆克团就可以赚3000元 其中大陆东北福建地区的领队赚这种免税烟酒的价差比例最高 看到镜头就快闪不愿回应 虽然台湾现在只有不得转卖烟酒的禁令 但却没有实际处罚的条例 这个法律的灰色地带 竟然成了陆克汉领队来台 私下赚钱的工具 周天新闻黄主华刘云璇 桃园报道 随便宽 谢谢大家